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71集 非有之有月妙有 非空之空月真空 李清侯没有回头 单单开口 依旧前行 白小春心事一阵 觉得这句话 似乎蕴含了某个深邃无比的思想 他想了半天 也只是懵懂 可却感觉李清侯在说出这句话后 整个人似无限的高大起来 很快的 他们就出现在了肿道山后的半空中 刚一靠近这里 白小春还是什么都没有察觉 陈寅侯突然眉心 第三幕 轴然睁开 猛的看去时 前方的李清侯有所察觉 回头看了白小春一眼 目中露出赞赏 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站在那里 想要看看白小春能否看出端倪 通天法眼之下 白小春看向四周 可依旧什么都没有 他内心移动 索性放开体内化精的三层领海 磅礴的修为之力 轰然爆发 涌入通天法眼时 更有天道主机的气息散出 一样的融入法眼内 瞬间 白小春第三幕刺痛 可在这刺痛中 他眼前的世界突然扭曲 隐隐的 竟看到了一座模糊的 逼中道山 还要磅礴的大山 屹立在自己的面前 山 白小春惊呼 眉心通天法眼 无法支撑的闭合后 他气喘吁吁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看到的 是我灵犀 从唯有掌门 传承序列 太盛长老 才可以知晓的 第九山 一个苍老的圣衣 从虚无中 木然传出时 一个穿着脏蓝色长袍 白发苍苍的老者 身影从虚无中 缓缓凝聚 脉步走出 这老者 面色红软 眉心有一枚红色的痣 足有指甲盖大小 很是明显 尽管一头白发 可脸上皱纹却不多 只是双目太过凌厉 如同闪电一样 右手拿着一枚 四色玉佩 流光四溢 刚一出现 立刻四周的虚无扭曲 隐隐的天空的云层 也都昏明 仿佛要被改变 一股惊人的波动 从这老者身上散出 白小春感觉 如同天威一样 更有惊人的煞气散出 仿佛站在自己面前的 不是一个老者 而是一尊远古凶手 见过师父 李清侯抱拳 向着老者一拜 白小春 拜见老祖 白小春 尽管没有见过这个老者 可这种气势 与那种煞气的狂暴 让他倒吸口气 心惊时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赶紧拜见 老者目光 在白小春身上一扫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只是 配合他身上的煞气 使得这笑容看起来 很是猙獰 非传承叙烈 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 小娃娃 你可知罪 话语一出 一股恐怖的煞气 骤然降临在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身体一抖 面色苍白 好似置身沙场 那种感觉 只是一顺 就让他胆战心惊 师寸 你吓到小春了 李清豪在一旁尴尬的说道 白小春的确被吓到了 这老者的笑容一出 那种煞气的感觉 让他全身汗毛耸力 置身沙场时 甚至体内的血气 都险些控制不住的 要爆发出来 死于与这老者 在煞气的程度上比较 老者森森一笑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他的四周出现了一层薄雾 将自己笼罩在内 只露出一个身影的轮廓 也罢 此事先记下 日后若有过错 一同惩罚 博物内 传出老者的声音 白小春眨了眨眼 抬起下巴 露出乖巧的模样 心底不屑 琢磨着 这老家伙一定是故意要吓唬自己 用来考教 他按道 这种手段 自己在血西宗当血子的时候 也用过呀 您老人家是我师叔的师尊 那就是我的师祖啊 师祖在上 请说晚辈一拜 白小春有些不服气 于是眼珠子一转 赶紧恭恭敬敬的一拜后 抬头时 一拍厨袋 取出一个单瓶 双手奉上 师祖 初次见面 这是晚辈储物袋内 最珍贵的灵药 但凡吃过的都赞不绝口 妙用无穷 晚辈 愿送给师祖 这是晚辈的一片孝心 请师祖 一定要收下 白小春说着 眼巴巴的 看着雾气内的老者 重点 看向对方拿着四色玉佩的右手 那玉佩 白小春方才就留意了 觉得是个宝贝 李清侯有些头痛 这种给长辈送出礼物的事情 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不算什么 可在白小春这儿出现 李清侯觉得 有些不对劲 怎么看都觉得怪怪的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 目光所落之处 他苦笑起来 觉得自己猜到了 白小春的想法 这哪里是给长辈送礼物啊 这分明是在要见面礼 李清侯苦笑时 雾气内的老祖也愣了一下 多看了白小春几眼后 以为自己猜到了白小春的想法 于是长笑起来 你这是找老夫要见面礼啊 但要老夫收了 这玉佩 拿去 给你了 说着 那枚四色玉佩 飞出武器 直奔白小春而来 飘浮在他的面前 至于灵药 也飞走 落入了雾气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白小春诧异 他真没有这个心思 眼下着意外的收获 让他反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可却没有迟疑 一把抓住 心中振奋 美滋滋的拿着玉佩 把玩一番 发现 这玉佩极为不俗 其内蕴寒之力 竟让他觉得 与宋家老祖 送出的灯笼 有些相似 这是一件 皆单静修是实用的灵宝 你修为上前 不过 以天道筑机催化 倒也能提前使用 雾气内的老者说道 又看了白小春几眼 这才转身一晃 奏向虚无 秦侯 这小娃不错 草木皆兵绝 你可以传授给他 多谢师尊 李清侯 抱权一败 他带白小春来此的目的 就是要获得 其师尊许可 传授 草木皆兵 给白小春 毕竟 白小春并非他的弟子 师尘另一脉 此刻获得老祖的允许 李清侯 瞪了白小春一眼 带着他回到了中道山 在白小春的洞府外 李清侯将草木皆兵秘法 传授给了白小春 草木皆兵 并非玉力 而是一种 运用草木化作战力的手段 天地之间 一草一木 皆有灵性 运用这股灵性 将其激发出来 就可产生一定的威力 而这只是初步 若能将不同的草药 进行组合 进而摆出类似阵法的存在 威力将更大 草木皆兵绝 一阵化一兵 这所谓的类似阵法 实际上并非阵法 而是单方 不是在丹炉里炼制的单方 而是可以爆发出草木杀力的 单兵之方 此数 需一定的草木造诣 以白小春的单道 只是听了一遍 就立刻有所明误 不需要李清侯太多指点 有预见在 只需在一个关键的地方讲述后 白小春便可以自行修炼 最重要的是 李清侯给予的预解内 记录的十八种 灵溪宗前人 总结归纳出的单兵之方 黄昏时 李清侯离取 临走前 他想起了白小春 给其师尊的逮药 于是问了一句 你给铁木老祖的单瓶里 装着什么灵药 铁木老祖 给他老人家的 当然是我储物袋内 最珍贵的单药 那更是我自创的 在灵溪宗内 生名赫赫的灵丹 白小春眨了下眼 有些心虚 但没办法 只能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李清侯听到这里 面色忽别 瞪大了眼 不可思议的看着白小春 扮上之后 他有些迟疑的开口 发情的 白小春唏嘘 点了点头 眼看李清侯 面色铁青 白小春有些紧张 连忙解释 那 那可是个好东西啊 我没说谎 真的是用了都说好 北岸的那条老龙 都赞不绝口 我琢磨着 老祖年纪大了 李清侯抬头 脑海嗡嗡的 扮上后 狠狠的瞪了白小春一眼 赶紧的 飞向了第九山 白小春心虚 在心底嘀咕了几句 他觉得自己没说假话 那弹药 的确是珍贵无比啊 谁让那老头吓唬人呢 我白小春什么没经历过 岂能被吓倒 白小春有些害怕 想了想后 不敢继续留在原地 于是含着铁袋 离开了洞府 飞向了北岸 此刻天色渐晚 白小春 与铁袋悄然无息的 到了北岸 去了百兽院后 这才略微放心 有铁袋在 有老龙在 那铁木老头 就算过来教训我 我也有帮手 白小春叹了口气 觉得要是在血系 总该多好 自己血摸身份 哪个老祖 敢来教训自己 一指头过去 就可以压制一半的修为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